恶意抢注运动员姓名 多家企业遭行政处罚 东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三个月之久 但奥运会相关的热搜却还时有出现 尤其是与运动员姓名遭抢注商标 奥运标志遭擅自使用相关的事件 频频引发各方关注 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7日 天眼查消息显示 金安、广州等地多家公司 在未获全红禅授权的情况下 擅自以全红禅姓名注册商标 违反商标法相关规定 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警告并处罚 奥运舰而为国出征 夺得荣誉的同时 扬明海内外值得庆贺 但部分商家蹭热度的行为 却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标管理秩序 全红禅作为东京奥运会上爆红的新星 成为相关方面最大受害者之一 而他在个人设媒的回应 是愤怒表情和一个不字 中国运动员取得奥人成绩的同时 将比从前也更注重维护 个人权利与社会形象 有关部门对于保障公众人物个人权利 也提出了更全面的对策 除了运动员姓名被恶意利用外 对奥运标志的不当使用也屡见不鲜 豆瓣所属公司 北京斗网科技有限公司 当时新增行政处罚 违法行为 类型为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 第四条第二款 行政处罚内容为罚款三万元 相关条例规定 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为商业目的使用奥林匹克标志 而豆瓣被罚印在其企业微博号上 违规使用东京奥运会 奥运会五环图案等用语和标志进行宣传 另一方面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 相关知识产权专项保护方案也早已引发